非常認真的在凱涵 我們可以看這幾天 民進黨高雄市議員 他一直說 這個高雄市政府 兩個局處裡面加起來 有8000萬啊 那為什麼市長會不知道呢 市長管理有問題嗎 結果後來一查才發現 這8000萬早就在用了啦 已經用得差不多了 另外一個 今天這個台北市議員 有時會更新的發現 他說在去年 因為今年高雄市政府 要用的這個預算 在去年就已經編了 去年是前朝主政的時候 他們在編的時候 現在才發現說 難怪花媽一直在問說 錢在哪錢在哪 他們意外的發現 這環保局 他委託病煤防治噴藥 108年度 居然減列了2481萬 衛生局 他的這個防疫的業務預算 居然減列了5395萬 那登革熱的研究經費 這也是衛生局的 減列了1285萬 總共加起來就是9000萬 難怪現在高雄市政府會沒有錢 原來你去年編的時候 就編了這麼少 難道他們在編預算的時候 是因為已經知道要政黨輪替 所以故意編這麼少嗎 這個民進黨正以質疑的8000萬 到底狀況又如何 我們現在視訊為你連線到 高雄市的新聞局長 王淺秋 淺秋 嗨 耀州大麻花的官人朋友大家好 淺秋可不可以先解釋一下 就是這個議員康玉成 他昨天在節目上 不斷的一直在講一件事情 他說包括這個兩個局處 加起來他們就已經有8000萬了 那韓市長難道不知道有8000萬嗎 不會管理嗎 不會當市長嗎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其實是很多議員應該是知道狀況 他是非常資深的議員了 但是刻意假裝不知道 哪來做攻擊吧 那麼所以其實包括了4300萬 由環保局編業的預算 已經動用了90% 那麼在衛生局的部分 3400萬的預算 已經動用了87% 所以幾乎都已經快要用完了 所以現在已經開始用了 支印的就會是市政府 由市長口袋裡掏出來 第二玉背金4700萬的部分 所以接下來呢 當然今天我特別想要先補充一下 今天在這個行政院副院長 到高雄來開這個會裡面的一些情況 因為我們前幾天也看到 一直到今天白天的時候 蘇院長都還用一些比較政治性的語言 尖酸刻薄的方式 在酸韓市長 好像高雄什麼都沒有做一樣 那麼所以呢 我們今天在這個下午 這個會議上的時候就很驚訝 就是完全兩種不一樣的樣子 當然陳副院長來的時候 就表現得非常的關心 那從頭到尾也沒有一句惡言 我相信這當然是好事 那麼基本上呢 我們只希望都從頭到尾 用這樣的態度那麼該有多好 那麼無論如何 我們讓非常感謝 終於預算已經下來了 當然知道這個防疫 是不分中央地方 也是不分藍綠的 那但是呢 我就希望現在還有一些 所謂知情人士的官員 不斷的在網路上的放話 或是還有部分的議員還在罵 罵什麼我們預算掌握不了 我們預算沒有執行 不知道多少錢跟亂花錢 這個實在是太多莫名其妙的口水 這些口水看在我們一些 實際在行政官僚 或者是在實際的執行的前線的工作人員來講 是非常打擊士氣的 因為他們真的每天 他說我們的這個署長就講 他說不只是雨水汗水 還有常常有淚水被罵到哭啊 那問題是為什麼大家都這麼認真地做 還要被罵 那麼預算當然不是五天撥下來 當然是我們從二月五月都申請過 那麼中央當時都沒有辦法給我們 同意給我們那麼終於在院會上 雖然被酸被撿人敵律來罵 那無論如何今天總算得到了好消息 我相信這件事情希望就到此為止 就是說所有的口水跟這個謾罵都留在過去 從現在此刻開始中央跟地方一條心 大家一起防疫為重點 我相信所有的人包括高雄市民 包括所有台灣人都期待是這樣子 而不是為了選舉操作 那麼來做一些惡意的攻擊 潛秋那現在大家因為這幾天討論下來 看這個預算已經看得有點暈頭轉向 搞不清楚了 因為一下子清水溝 一下子這個防疫噴藥水 然後這個經費非常多 那原本我們高雄市政府需要的是5300萬 可是我們這幾天又聽到清水溝 已經花了6500萬 然後這個所有的防疫的經費 到底來龍去脈是怎麼樣的一個數字 我應該重新再講一次喔 其實預算有分去年又已經編列好 地方自己編的 那麼所以我剛剛講到環保局啦 還有衛生局 這個大概有加一加7700萬左右的這樣的經費 是本來就已經編列的 那麼這是地方 那中央每年就像蘇院長一開始院會就講 人家打臉啊 你都不知道 本來也就去年例行性的編列 我們不需要申請就可以給預算 大概有800多萬跟1000多萬 這個本來就要播的 這個也已經下來了 但是如果是特別的情況 我們必須要來跟中央申請補助 就像這一次 我們已經動用了這麼多的經費在執行 而且都執行到了87% 90% 這麼高的比率快要沒有錢了 這個錢用在哪裡 比方說我們環保局有130個人 他是臨時雇用的人 他要在各地離領 離領區 像我現在其實是在疫區 在保安宮這裡 就是剛剛我們現在在視察 那你要小心蚊子啊 我會保重我志氣 但是這個疫區這裡呢 要噴灑這個各種的藥劑 這件事情是需要人力物力的 需要巡檢 是不是有其他的積水需要排除 這是最重要的 需要人力物力的 那麼這些事情都要有人 要有錢 還要買藥劑 所以這個錢就是不夠了 趕緊要去想辦法找一些 額外的補助跟申請 這個在過去從來都是文官體制很正常 所以我們衛生局的相關人員 本來一開始也覺得很正常 就造成正常的程序來申請而已 只是沒有想到今天發展到那麼多次 而且我特別要強調 我們從來一開始遇到院會為止 我們本來都從來沒有去 攻擊過批評過中央一句話 我們只是乖乖的照著中央 希望我們做的步調 持續去進行 然後不放棄溝通 繼續來努力 是在行政院院會之後 突然間行政院院長 撿了一個NTV出來 網路上開始黑函 說我們根本搞不清楚狀況 預算不亂要 根本一千段過下來 我們不知道 那麼甚至行政院新聞稿 開始批評我們什麼簡陋的表格 實際發生這些情況的時候 我們才開始回應的 這一切都是因為在被迫 用政治語言來回應 其實我們是非常的不願意 那麼這麼簡單的事情 難道中央不應該幫助高雄的疫情嗎 所以現在我們很高興 事情往這個方向來發展 大概都是一家人 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 不然他也會被高雄市的選民給唾棄的 我們看到態度批變的不只是蘇院長 我們包括中央的這個機關署 他們的態度也很奇怪 我記得你們在二月跟五月的會議上面 跟中央來要錢的時候 當時他們的說法是 高雄只有這個一起併立 好像不急 那現在為什麼突然間 大隊人馬就到高雄去了 難道是因為非得要看到第二波了 他們才開始有動作 還是說感受到民意的這個 對他們的批評才開始有動作 其實我相信如果他們接下來是還希望 我們如果光我們不就政治考量的話 他希望高雄這邊的居民還能夠信任中央政府 他就必須要做的 我相信他們也承受了非常巨大的壓力 因為我們講我們就講站在崩里 站在正道上面來講 道理上難道不該給嗎 這件事他怎麼凹也凹不過去的 那麼先前的兩次會也許一開始他可以說 我們現在疫情還不嚴重 但是明明我們的這個預判上面來講 為什麼會覺得這麼嚴重 就是因為在今天 今天這樣的狀況 天氣是72年來最暖的一個暖冬 造成的一些狀況 加上下大雨 埃及斑文就是會在乾淨的雨水裡頭 特別容易滋生這兩種情況同時發生在高雄 那麼以至於甚至本土感染 才開始產生高的病例的時候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 而且有第四型的這個病例出現 因為如果是一直從境外移入 在境內沒有本土滋生的時候 還沒有那麼讓我們緊張 那一旦開始有本土群序 我們一定要加強先從底部開始去根除 包括積水 包括很多的防藥的藥劑 所以這些事情這麼緊急的情況 他們當時不急 我們是很急啊 所以當他們 我相信我當然是希望 他們是瞭解了實情狀況 沒有辦法說服民意的時候 希望他們也能夠理解到 我們的立場的時候 一起來幫忙 我寧可是以這個起信重念 很善良的來想說 他們發現我們真的需要 所以願意來幫助我們 潛秋娜市長有公布 這個工作人員在清水溝的照片 大家覺得很驚駭啊 因為他這個淤泥的程度 還有甚至很多莫名其妙的雜物 大家非常驚訝 那我也聽說高雄市政府裡面 有很多基層的員工 他們其實都是前朝就已經延續下來的 那他們現在感受到以前的這些官員 換了位置之後 就對防疫的工作有截然不同的態度 讓他們感觸很深 甚至工作的時候不只是淚水 還有這個不只是汗水 還有淚水 你在基層聽到什麼樣的聲音 我可能剛好也補充一下 剛剛跟您說明有疫情性的預算 追加的請求的預算 其實還有第二預備之音 那很多人以為搞不清楚 第二預備之音 其實就是剛剛市長口袋的救命錢 他預算沒有提前編列 但是萬一有臨時需要的情況 不管天災人或臨時需要的一些政策 需要來做一些編列的時候 他就從口袋裡拿這個錢來用 總共就是4億元 這4億元用的非常謹慎 但目前已經用到了2億元之多了 那麼其中當然4700萬必須用在登革熱 那麼當然還有輕淤 光是地下的淤水管 其實這個已經是跟淹水有關了 跟志鴻都非常關聯了 我們要排新的水管 不停的裝設 我們其實要裝設的範圍 還很少明天還要編列更多的預算 那麼其實我碰到很多基層的工作人員 他們在這邊一開始也會想 20年的民進黨的政府了 多少心情上 會不會有點點要調適或等等 那從一開始我們就講得很清楚 我們希望大家是一個團隊 而且行政文官是中立的 他無論如何跟哪個政府政黨輪替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他都領國家的薪水 我們都是為國家做事 不是為個人的 那麼所以基本上至少他們感覺到了 我至少聽到我們很多基層的公務人 告訴我說 他們比以前燒了 這是真的很吵 那我們首長也是第一次是 其實真的是服務型的 沒有高高在上 那里長說 你們大家真的會水溝水到 連議員民進黨的議員都說 哇你們現在首長是真的很容易溝通 而且很好叫 以前怎麼叫都叫不到 以前局長好大 現在局長真的就是在路邊服務的這一種 那麼在路邊挖鉤去的時候 我看局長恐怕也要自己去捲袖子 看一看這些狀況 那麼我們也一樣 我們每個各個局處都是屬於一個戰鬥團隊 因為隨時都要挨罵 那當然基層的公務員一樣 他們做得那麼辛苦 他們覺得我們這麼努力成功 應該是被拍拍手鼓勵的 因為以前沒有這麼做在這個基層 或是深度的城市建設裡頭 那可是怎麼想不到 隔壁一起來新聞又是罵我們的 然後要趕快去解釋為什麼 那做到老幹 嚇到老呢 所以他們其實有些基層的士氣 也會覺得很沮喪 他們也並不是說要為了前場 或新團隊去做一些不同的做法 但是的確現在新團隊要求的積極度 還有工作的時間 各方面的程度是很強度的 所以他們一定會全力配合 他們希望以自己的城市為榮 可是一直被罵 一直被黑的時候 做了半天 他們是真的難免是機會打 受到打擊 所以我們也很希望大家 大家都能夠被 有的市長常常特別跟大家鼓勵打氣 就是因為這樣 希望大家不要喪氣 無論如何做得好的 我相信高雄市民是看得到 台灣人是看得到的 好 防疫真的很辛苦 遣究你自己要保重身體健康喔 謝謝 拜拜 高雄市長韓國瑜他談清淤的花費 他也再次強調了 高雄市的財政十分的困難 來聽聽他怎麼說 我們現在也就是跟中央申請5300萬 但是事實上我們環保局 加上我們衛生局自己本身編列的預算 大概已經用到將近90%左右 所以我們也迫切希望中央能夠補助款 能夠盡量補助 我們希望中央政府對高雄市 真的能夠不要分政黨的顏色 高雄市政府的財政非常的困難 各局處所申請的補助款 我們不敢要求比前朝政府多 最少 最卑微的請求 高雄市政府所申請的中央補助款 能夠跟前朝政府一樣 我們就非常感謝了 也有議員指責我們用什麼這麼多錢 第二月被已經花了6500去清這些水溝 各位市民朋友可以打開眼睛來看一看 幫我們評斷一下 我們能夠不清這些水溝嗎